欢迎来到小学奥数举一反三的一年级的小课堂 我是你的老师天歌老师 从今天起呢 小朋友们就要和老师一起推开我们奥数世界的新大门 准备好了吗 那接下来呢就和老师一起进入我们第一周的学习内容 数数有多少 在开启我们第一周的学习内容之前呢 老师这里准备了一个课前热身 老师啊准备了一个小问题想要考一考同学们 那这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图片上有几个小朋友呢 小朋友们当我们要得知图片上有几个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应该数一数呀 那怎么数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在今天的学习内容中呢 我们一共要学习到五个知识点 小朋友们我们不仅要学习到如何一个一个的数 我们呢还会学习到几个几个的数 那这两个呢是教我们数数的方法 那除了数数的方法呢 我们还会学习到给出数字画图形 按照题目里面呢 给出的数字画上相应对应的个数的图形 那除了这三个知识点呢 我们还会学到数字连移联合找对应 通过数字连移联合找对应呢 一起去体验一下数学的乐趣 那接下来呢 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理题 王牌理题一 数一数下面的物体各有多少个 小朋友们 小的时候呢 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告诉我们 当我们数数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要从数字一开始数呀 对啦 我们呢不仅要从数字一开始数 我们还要按照顺序数 从一开始 一二三四五 那除了按照顺序数呢 我们还要避免多数和漏数 那如何来避免多数和漏数呢 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一道练习题 看一看 数一数下面的物体各有多少个 小朋友们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第一个是一个梅花鹿 对不对 那我们要数它的数量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顺序数 一开始数 告诉老师 一 那还有梅花鹿吗 没有了对不对 所以只有一只梅花鹿 所以只有一个 那小朋友们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道题呢 是有几朵花 对不对 黄色的小花 那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从一开始按照顺序数 一 那为了避免多数和少数的时候呢 小朋友们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过的物体的上面标上记号 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物体我们也有没有数过 那一个接下来是两个对不对 二 接下来呢 三 对了 然后四 然后五 最后一个是六 小朋友们发现了吗 当我们数到物体的最后一个对应的数字是几 就代表了这一系列物体 它们的数量就是几 那这里我们数到最后一个物体 对应的数字是六 所以花花的数量呢就是六个 对了 所以这里我们花的数量就是六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道题 小朋友们告诉老师 下面一个是三角形 对不对 那我们来数一数三角形一共有多少个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按照顺序从一开始数 一 二 对了 然后是三 正确 然后四 五 六 最后一个是七 对了 所以最后一个物体对应的数字是七 所以我们这一个物体它的数量就是七 那小朋友们最后一道题 能不能有小朋友带着老师 一起来数一数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告诉老师 我们按照顺序从一开始数 对了 然后每数一个的时候应该要标上标记比面多数和漏数 对不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一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一 对 然后二三四五六对七八九十 所以我们最后这一个物体对应的数字是十对不对 所以我们气球的数量就是十个 小朋友们好棒呀 这样我们就数出来了四个物体它们对应的数量分别是几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一道立题学习了一个一个的数 那接下来小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 举一反三 一起来数一数下面的物体各有多少个 那接下来举一反三的这道题呢 就要由小朋友们带领老师一起来做一做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看一看对不对 那老师这里呢可以给一个小提示 我们的思路启发式要从一开始数 那小朋友们告诉老师 我们第一道题是桃子对不对 那从一开始数 我们要按照顺序对啦 然后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对了 一二三 正确 那最后一个物体数到的是三 所以桃子对应的数量就是有三个正确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道题是蘑菇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数一数蘑菇的数量是多少 小朋友们告诉老师 一二三 三四五六 最后一个是七 最后一个物体对应的数字是七 所以我们蘑菇的数量就是七个 正确 小朋友们好棒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练习题 是不是一堆苹果呀 那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从一开始按照顺序说 一二三四 最后一个对应的是五对不对 所以一共有五个正确 最后一道是蝴蝶 蝴蝶 对啦漂亮的蝴蝶 对啦漂亮的蝴蝶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一个两个 对三四五六七八 最后一个对应的是九 所以一共有九只蝴蝶 那通过这一道几一反正的练习题呢 我们就滚固了我们刚才学习到的知识点 如何一个一个的数 数物体的数量要按照顺序数 从一开始 那为了避免多数和漏数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小朋友们 我们应该在数的每一个物体上面 画上标记对不对 正确 那数到物体的最后一个对应的数字是几 那就代表了我们的物体的数量是多少 对啦 那通过这几道练习题 我们学会了一个一个的数 那小朋友们 刚刚我们是一个一个的数的 那除了一个一个的数 我们还可以怎么数呢 接下来呢就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 王牌例题二 通过这一道例题呢 我们来看一看 除了一个一个数 还可以怎么去数数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有好的办法 可以数出下列物体的个数吗 小朋友们 图片上呢给出来了两种不同的物体 第一个呢 是不是一个 纽扣呀 对不对 有一堆纽扣 需要我们去数一数 纽扣的数量 那第二个物体呢是 小星星 笔笔笔笔的小星星 那需要我们数出星星的数量 那小朋友们 我们之前呢学习了一个一个的数 那这一道题呢 我们就学一学 如何几个几个的数 如何几个几个数呢 我们可以呀 小朋友们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纽扣 小朋友们 我们发现啊 纽扣很整齐的排列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竖着来看一下 一数列有几个纽扣呢 是不是有一个两个啦 对啦 那竖着来看是有两个纽扣 那我们再依次来看一下 下一数列有几个纽扣 是不是也有一个两个纽扣啊 那第三数列呢 一个两个 第四数列呢 也是一个两个 所以这里一共就有 对啊 有四个两个对不对 那四个两个加起来是多少呢 两个加两个 再加两个 再加两个就等于 两个再两个等于四个 四个加两个等于六个 六个再加两个是不是等于八个呀 正确 那这里呢 我们就得出 四个两个就是八个 对啦 我们两个两个的数就是 二四六八 我们就得出有八个六扣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星星的数量 我们刚刚是竖着来看的 那这道题我们就横着来看好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横行的话 有几颗星星呢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那第二横行呢 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也是五颗呀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五个五个的来数 对不对 那五个加五个就是啊 五个加五个就是十个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五个五个的来数 我们就数出了 星星一共有十颗星星啊 那这里呢我们就通过了两道立题 学会了如何几个几个的来数物体 那接下来呢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举一反三 看一看下面的这道题 小朋友们会做了吗 一起来看一看 数一数下面这群小鸡 共有多少条腿 小朋友们我们看一看 图片上面给了我们哪些内容呢 我们看到一共有一群小鸡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可以数一数 一共有几只小鸡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只小鸡 对不对 那我们数出来了 一共有六只小鸡 那小朋友们我们每只小鸡有几条腿呢 对啦 我们发现一只小鸡有两条腿 那六只小鸡有几条腿呢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两个两个的来数 就是啊 两条腿两条腿的来数一数 一共小鸡有多少条腿 正就我们一起来看看 两条腿 两条腿 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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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数一数哦 两条腿 再加两条就是四条腿 四条腿再加两条 六 六 八 十 十 然后是十二 对啦 所以我们两个两个的来数 一只小鸡两条腿 六只小鸡就是十二条腿 正确 我们可以两个两个的来数 那这样呢 就比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数 就会快一些 那通过这两道立体呢 我们就学会了数数的方法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数 也可以几个几个的来数 一条腿 一条腿